大家好 我是一屋四寶的Yen 今天又帶大家看樓 這個單位位於西長崛橋地鐵站 它是長崛河建築地線 走過去一分鐘就到的單位 現在看到斜斜地的大廈 就是我們要看的Mansion 兩房五百尺左右 低長崛站真的很方便 我身後踩單車過去八分鐘左右 就已經到深齋橋的Parko 然後我左邊走前一點 就是Orange Street 然後看到前面有個啡色的建築物 那個是中央圖書館 我們也有時會去那裏借書的 挺舒服的 很大的 或者走去Eon Moor 買一些家庭用品 小朋友有得玩 有大型超級市場 就是我直走我面向那個方向 踩單車過去都是十分鐘左右 在大阪來說 除了踩單車和自己駕車之外 最方便的交通工具 我都覺得可以說是地鐵 地鐵有很多條線 如果你選擇這個長崛學建築地線的話 它中央線有一個叫阿波座站 都是距離這個單位 大概是八分鐘的路程左右而已 可以說這個位置是大阪的市中心 如果你說有小朋友的 還有你說學校 中小學 或者醫院 有沒有夜診 因為在這個市中心地帶 其實全部都是我講話的 十分鐘以來就已經到了 很方便 去看一下 這個單位因為現在放售 它擺設得很漂亮 十分之有誠意 好 出發 到了我們今天要看的這個大廈了 有間餐廳 在一樓那裡 不過環境不錯 我們進去 今天參觀這個大廈 就建於超和58年的5月份 即是有38年歷史 但是你看外觀那些都OK的 不算太舊 因為之前都做了翻身那些 整棟大廈十一層樓高 我們今天參觀的單位位於三樓 我們看看大廈是甚麼環境 油箱 很方便 有收到很多廣告的垃圾紙 馬上放在這裡 還有這個特配箱 有時候日本也很流行上網購物 包裹沒有人的時候 就要放在這裡 大堂還有自動販賣機 還有這裡有一個北部板 就說了一些管理的規矩 這個大廈就不可以做民宿的 停車場 就給這個大廈的住戶 這裡還有停車場 私家車停車場都有的 但是一般這些大廈 你要停車場也好 要拍攤車也好 都是需要事前申請先的 說真的 這麼熱鬧的地方 這麼忙的地方 這些車位都是緊缺的 所以就可能要排一下旗 這樣吧 好 來吧 這個大廈 加上有59戶 每一層就有6個單位 今天我們看這個單位 好 嘩 你看看 眼前一亮 其實這個單位 已經做了裝修 但是那些長子 大部分都是用了白色 地板都用了白色 而且保養得很好 感覺都好像一間新屋 再加上他做了這麼多這些 漂亮的布置 這塊鏡子放在這裡不錯 一回到家 可以看看自己 有沒有瘋狂 或者出門的時候 照一下那個漂亮的樣子 如果500多尺來說 這個圓桿位 其實算是挺大 可以放到很多雙鞋 然後這個圓桿位 還有三個門口 看看我 再看看這個 洗手間 還有一個門口 應該是浴室 浴室都OK 雖然這裡沒有窗 但是我看到浴室 已經做了浴室補 抽氣設施 看光的衣服 冷暖氣等 已經有了 洗澡房 雖然是細型的洗澡房 但是其實夠用 你兩個人一起洗都夠 那這個換衣房的洗面台 不算是細的 這裡 還有放洗衣機的位置 這裡還有一個電梯 你可能放多個洗衣籃 或者可能放一個小小的櫃子 放些洗衣服 個人的都OK 所以整個浴室來講 都不算是細的 那再看看客廳和房 你看看 挺有誠意的一個示範單位 很開陽 看這邊的廚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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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選擇一對門 那你現在的廚房 其實很舒服 很容易拍到你 那它已經做了大清潔 全部已經乾乾淨淨 我猜你搬進來 立即可以住 那廚櫃 這些上上下下都有了 然後呢 這裡有一個門 原來這個門裡面 就不是一個收納櫃 是一個電的熱水爐 那應該當時樓宇的設計 就是用一種熱水爐 那我想這裡還有少少空間 放一些地拖座 放一些雜物就可以了 但是你說收納就不在這個位 好像它這樣 放一些收納車 拍幾間在那裡 柴米油鹽 或者放一個小小的矮櫃 都可以的 那如果2500呎來說 廚房其實算是OK的 唯獨是呢 就是雪櫃 雪櫃呢 我想要放在這個位置 因為它有小的電製位 就是已經 好像它那樣 我估計 如果我自己住 的話 未必需要這麼多鏡 因為我覺得這個設計 好像有點像燈紗譜 是很漂亮的 但是如果自己住 實際一點的話 這裡放雪櫃 再放一張雙人的沙發 再放一盆花 放一支旗燈在那裡 都夠了 而且我挺欣賞它這個窗戶 因為我看那個 光客的時候 這單位是有兩間房 其實這個 這間房間 也需要沾沖 然後倒一盆 沾沖 然後沾沖 沾沖 然後沖沖 這裡就是一間房 這樣就是一間房 如果只是兩小口 煮這一間房間 其實這間房間 做完的客廳 都可以的 或者做睡房的衣櫃也有小 很大的三角櫃 而且很开洋 这里做客厅 旁边的房间看一下 这间房也有绿贴的 旁边的房间也有绿贴 这间房也是绿贴的 绿贴已经很实用了 四四方方的建设衣櫃 放一张双印床 再放一张梳妆桌 这里的大衣櫃 够不够两个人用 都可以接受 两房间一厅一厨房 还有一个大露台 看看这里能否出现 出来露台看看 看一下 这个露台也算是很大的 它横跨两间房 两间房的后面都是露台 除了浪山之外 你种种小盆栽 或者放一张椅子 放一张桌子 吃早餐喝下东西都可以 但因为市中心 有什么景就不能说了 但令到这间房子 因为这么大的露台 对着两个大的窗 令到这间房子也很光亮 我刚刚参观到这间房子 却于在这么方便的地段 虽然检绩不算太大 500多尺 但真的超级实用 有两间房 四四方方 有几个大衣� 价钱是多少呢 这间房子的价钱是2190万日圆 大约港币152万日圆 因为它是大厦 大厦基本上都要交管理费 每个月就是11000日圆 还有一个8500日圆的收市基金 意思是存钱做大厦维修 保养的时候用到 大致上就是这些费用 对于这间房子 大家有什么需要补充呢 如果有的话 记得留言给我们 还要记得 like、subscribe、订阅 和按钟仔 多谢支持一屋四宝 拜拜 想多点了解大阪的生活 记得订阅我们一屋四宝 拜拜 拜拜